大家好 网球老梁 昨天晚上诺里不意外地输给了德克维奇 也是同样先领先后被翻盘 打了一盘好球后面三盘完全被压制 打得完全没有状态 别想到之前辛娜也是先领先 而且还领先两盘 领先的两盘打得特别好 后来三盘也是被完全压制 那么在这些天王 尤其是德克维奇 在和这些年纪选手比赛过程中 经常上演这种逆转戏码 有的人说 德约有意放他们的 有意让他们的 或者说刚开始就慢热一下 然后先落后过一盘甚至两盘 然后再使劲 就把他们一下子反超碾压了 还有说就是这些天王 调整能力多么强啊等等之类 这些都没有问题 几乎是老生常谈 我就在想说说 从年轻球员这个角度说 应该怎么办 因为你领先嘛 领先一盘和两盘 就说明你有机会 你领先完以后 你迅速的就状态全无 突然掉线 说明什么 说明你自己的问题很大 当然人家这个 这些天王调整 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甚至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自己掉线的问题也很大 因为现在很少人去琢磨和思考 这些球员为什么掉线 因为我其实打过球人都知道 就是当你在突然领先一个 你觉得你很少 你几乎不可能战胜的这个对手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压力很大 也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吗 你越进行胜利的时候 其实你越脆弱 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他以为领先嘛 你就应该继续向前嘛 不是的 如果你领先的一个 你可能没想到 你会领先的这个人的时候 你一切就不会玩了 所以说 如果我就想 我如果是 诺里或者是 希娜这样年轻球员的教练 而这些球员呢 马上要和这些天王在比赛 这之前我会和他们聊什么呢 可能我会和他聊这个问题 就是 这场比赛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来参加这次比赛 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参加这次 比如参加翁翁翁翁 你的目的肯定是夺冠 对不对 你的目的不是 战胜谁谁谁谁 这些对手 战胜这些对手 只是你去夺冠的中间的一个个困难 你的关注点 你的关注度 不用太多的 关注到你的对手 你的眼睛里面永远是 应该是 冠军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像你 比方说 你去爬山 你和对手一起去爬山 他平时比你爬的 爬的快 但这次呢 你突然 爬的也很好 你之前呢 超过他了 在前面超过他了 如果说你的目标 仅仅是说我要超过他 那么当你超过他以后呢 你就会往回看 你就会怀疑自己 你就不会爬了 然后在你困惑的时候 在你彷徨的时候呢 他超过去 一旦超过去以后呢 你又觉得 哎呀 本身我就爬不过他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竞争事实了 就眼看他最后 超过你 直达冠军 而你这个时候 其实当你爬山的时候 你正确的思维是什么呢 当你超过他的时候 你眼睛里面 应该继续盯着是冠军 你的心里面永远是冠军 你不是来超过他的 你参加这次比赛 不是来超过某一个人 不是打扮某一个人 而是奔着冠军去的 如果说你的心里面 是这么想法的话 你超过他了 你领先他了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彷徨 因为你就不用想那么多 因为什么呢 冠军还没到手嘛 你还要继续努力嘛 也就是说你还有方向 你就还有动力 你就可以继续往前打 继续往前打 那么当你落后的时候呢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你不用去想 他是不是在我前面 你的眼睛里面 永远是那个冠军 那个顶点 就使着爬 最多是余光看一下 你的对手 也就是说 在比赛的时候 不要把太多的精力 也放在对手身上 你的精力 你的更大精力 更大心思 是冠军 当然了 你需要打好眼前 比赛 你当然你需要这个 先过了这关呢 你当然需要先战胜这些对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你计战术的重视程度上 但是你的心里面呢 要藐视 咱们那个 毛老人家不说了吗 战略上重视 战略上重视 战略上藐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更远大理想 你参加这次比赛目的 是夺冠 而不是战胜谁 我想如果球员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可能会一定程度上 缓解 他们在和这些巨头比赛中的 所产生的压力 领先了 他也不去想太多 因为什么你还没多灌 落后呢 你也无所谓 反正我就使着爬 我不管谁在我前面 所以说 如果说年龄球员能够 把这句话听进去 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 会缓解他们在和 这个巨头比赛中的一个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 让他们很客观的 正确的看待 他和这些巨头的比赛 他就是一场比赛 就是一场你通往 冠军之路上的比赛 一场你需要去克服的比赛 你需要去战胜的比赛 他不是你这次参加比赛的全部 他只是中间一个过程 你的目标是夺冠